前段时间森林郎主帅西伯独与巴特勒进行了碰面,后者已经向森林郎摊台无论如何都不会留下了,并且恳请球队交易掉自己。 但是实质今日关于巴特勒的交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,尽管联盟多支球队对巴特勒抱有极大兴趣,可是与森林郎进行一番交流后都未果,就拿火箭来说,虽然他们的阵容已经去完善,但是莫雷仍然不想放弃得到巴特勒的机会,并且极力与森林郎商讨价码,但是森林郎的要价实在太高了, 居然向火箭提出塔克加戈登的筹码,我们都知道这两位是火箭重要的轮换球员,塔克大负着火箭防守端的大部分压力,同样戈登也要领先第二阵容。 若是去了这两位球员,即便是得到了巴特勒,火箭的实力仍然是有减无增,不单单是火箭来怕,是对于其他的球队,森林郎所拍出的架码同样很不合理。 只得Athletic记者,Sanemic的报道,联盟消息人士透露,整个NBA超过半数的球队都对巴特勒感兴趣。 但是经过与森林郎的交流后,他们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,那就是森林郎的要价太高了,完全不能接受。 现在巴特勒与他的团队都已经感到沮丧了,或许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。 在森林郎的首场季前三中巴特勒并没有出战,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左手腕休赛期间进行了手术不能够比赛。 其实不难看出森林郎官方扮明要恶心巴特勒,故,一看出高架让有益者静而远之,在球队里故意不让巴特勒上场。 万而言之这是铁了心要血藏巴特勒,目前巴特勒的合同还有两年,但是19年夏天是球员自由选项,可以选择撬出合同。 那么他实际在森林郎剩下的合同,也就是新赛季的1869万美元,若是真的对巴特勒进行血藏,那么森林郎这1869万美元可就是打水漂了。